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依然是世界最强 目前是三大指数 一个上涨 一个走平 一个走跌 目前纳斯达克指数连续7天创出历史最高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目前是处在4小时关键线以上 有可能出现中期的上涨 同时油价也是昨天有0.8%的涨幅 稳定在46.50%附近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热门话题 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呢 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澳元涨势非常的疯狂 我们知道澳元在过去的这个7天里面 准确的说是5个交易日中连续出现了上涨 是一天都没有停过 在上周五的晚上呢 更是创下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和美元相比呢 是达到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点 0.79% 可能大家会问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说实话 在上个星期一直到上周五之前 澳元上涨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 并没有特殊的消息 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时间来看 那么回顾一下澳元上涨呢 其实可以看到呢 很大程度呢 是由于铁矿石在上周五开始的一波大涨 准确的说 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从7月初就开始从底部开始反弹 但是真正的上涨是从上周五开始 那么上周五呢 铁矿石是一举冲破了这个五月份曾经的最高纪录 大约是490人民币一吨 在本周一的时候 铁矿石再次上涨 冲破了达到了510人民币一吨 那我之前说到呢 铁矿石在日线级别 也就是长期级别上 上涨和下跌的关键分界线就是在510左右 因此 一旦这个价格得到站稳 那么铁矿石未来的涨幅很有可能将会得到确认 那为什么铁矿石会上涨呢 第一 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国内的黑色金属 特别是工业金属价格 均出现了涨幅 包括了像罗文钢 焦煤 以及呢 这个其他的矿彩都出现涨幅 第二呢 就是由于在本周一 中国发布的上季度GDP数据 这个数据出来远远高于市场的预期 那使得国际投资者呢 再一次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开始充满信心 这也是造成矿产和资源价格在周一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除了这个中国因素和铁矿石以外 在昨天澳联储宣布的这个 我们叫做货币利率声明讲话或者会议基要上 也是导致澳元再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动力 昨天澳联储呢 是把澳元的中等标准利率设定在3.5% 也就是说当世界风平浪静 澳元澳洲经济恢复的时候呢 澳洲联储希望把澳元的目标价 中等平均价格这个利率是设定在3.5% 距离现在的1.5%足足有两个百分点 这使得呢 很多投资者觉得 如果以后澳元澳洲的经济一旦复苏 铁矿石价格一旦持续上涨 那么澳洲在进入加息通道之后 有可能会有连续的加息 也正是这个原因 使得澳元在昨天是再一次飙涨 冲上了0.7940 但是呢 我们知道澳联储昨天也说到 澳洲的经济如果铁这个澳元一直向上 实际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 同时他们也说到呢 在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 加息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言论并没有阻挡 澳元昨天的连续暴涨 到目前为止 澳元依然是在0.7940附近 我们知道呢 从图形上来看呢 其实啊 现在澳元的价格在冲上了0.7830之后 一旦下不去 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个巨大的上涨空间之内 但是现在技术图形也好 趋势图形也好 它的走势是向上 但是整体的澳洲经济有没有这么好 或者说未来铁矿石会不会连续的上涨 这个大家心里呢 都没有一个底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呢 作为在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同时呢 作为在澳洲生活的这个华人朋友们 中国好就意味着澳洲好 澳洲好 股市好 澳元也好 同时我们自己的收入和养老金也会得到提高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未来铁矿石能上涨 这样说 澳元能涨 澳洲的股市能涨 那么经济呢 也能有所恢复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洲的股市依然是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因此在我看来 除非股市能够什么时候冲上6000点以后 要不然的话 现在谈论澳元要加息 未免是太过于早了 在发达国家中 美国和加拿大率先进行了加息 欧洲和英国呢 可能会紧随其后 或者说进入加息的考虑 但是澳洲虽然是发达国家 但是现在呢 它的表现是最差的一个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也说要马上加息 这个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澳元澳洲的家庭债务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一旦从1.5加到2.5甚至于3.5 毫无疑问的是呢 可负担率 特别是房地产债务的可负担率 将会严重的阻碍澳洲的消费继续增长 所以在经济明确恢复之前 在就业率明显改善之前 或者说在通货膨胀明显升高之前 澳洲央行并不会改变现在1.5%的澳元利率 那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说的热门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产品 说的是黄金 我们昨天说到黄金价格呢 已经连续冲上了1216 1222 1223 以及呢12313条关键价格 1216是在这儿 1223是在这儿 1231是在这儿 在这儿 那么现在来看呢 澳元这个黄金已经正式的走上了4小时的通道线 虽说今天白天到现在有所回调 但是我们注意 只要价格保持在通道线以内 不要打破 那么黄金未来中期的上涨就能够得到确认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现在的黄金的价格在这里附近 就是因为碰到了日线级别的阻力 因此呢 才没有能够一气而上 如果黄金能够突破目前的价格 占稳24小时以上 我相信黄金的长期将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在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有一个 做石油的朋友们呢 需要注意在12点半的时候 美国将会发布他们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报告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